行 抹過去 抹過來,帶起來 帶過來,帶起來 用力折 方折下來 點,帶過來 滑空過來,從這邊 咻 伸長一點點 然後 不是正中間喔 靠右邊 起來 有點粗細 彈起來 行 基本上你所有橫畫、直畫 他都有一定的想要做的一個方式 滑 比較長 直的 直不弄東的 逆上去 點 戴上去 右邊高一點點 滑 帶過來 向中間集中 向上 橫畫 撇過來 準備寫 長橫刷 中間橫畫 記得拉長 帶過來 拉長 好 那中間的直畫 下半段比較長 所以先算好 這邊他有起筆的動作 然後比較直 到後面都是要勾不勾的 要勾不勾的 遠 遠 中間 一速拉長 這兩個要緊湊 靠緊 中間細縫不要多 哇 這裡黏住了 跟那一樣 黏住就黏住 不用隨便幫他 拉開 帶回來 然後 過來以後 漆皮 有點刷動的感覺 他這種刷的感覺 非常明顯 就是那個 筆在紙上 摩擦產生的 效果 丟 丟 應該是 丟丟丟丟丟 丟 上去再對 不好意思 拉下來滑胸下來 帶過來 帶過來以後 從這邊滑下來 刷一下 然後這裡開始又來 晃動一下 他拉 超愛晃動的 晃來晃去的 晃 法 哇 這個法 他這個點也有用力 太用力了吧 點 帶動 哎呀 用力 他的法 上面這一瓶都特別長 上面都上來 這邊吸收 吸收 彈性 表現出骨感 掉起來 點 這個點有 拉動還有帶動的感覺 法 滑 是瘦瘦的 瘦高的 瘦高的話 一般我們筆會拿得比較直 兜起來 讓筆比較直 會寫得比較瘦 然後比較中風 側風的話 就會比較斜 那基本上 他應該 中側並用 這個記得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 這樣才會緊湊 然後這個細細瘦瘦 滑動 形塑的感覺要把它保留著 然後這個帶過來 這樣形塑的動作 要保留 這種形塑動作 最後這個直畫非常的 方硬挺拔 而且後面比較長 下面都是稍微 帶尖要勾不勾的樣子 滑 中 點一下帶動過來 帶下來 直畫 好像寫一個直畫 然後這裡 拉下來 這裡更奇怪 哎呀 這很奇怪 沒關係啊 照寫啦 感覺那個小朋友寫錯字 都會這樣寫 細細瘦瘦的 這裡細瘦的 它有彈性 活動有力量 有角度 哎呀 點帶過來 點 厚實的點 不要以為它沒有 最後的動作 還是有一點小動作 在裡面 中 寫得有點可愛 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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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刷動 咻 刷動的感覺 而且非常長 點非常短 逆上去 滑動再上去 逆上去 掉下來 兜起來 帶過來 貼上去 撇過來 兜過來 嘿 好 這上面很小 然後 靜 短的 帶過來 兜起來 撇過去 稍微黏到 有時候稍微黏到很重要 幹嘛要黏到 黏到兩個才有一點關係 但是稍微搭到 不要真的 黏太多看起來會覺得 干擾到 不熟了 不熟了 起來以後他再逆過來 稍微帶起來 然後這邊稀稀瘦瘦 拉長 這邊很長 後面慢慢彈起來 送出去 送太快送太快 不能吵上 好 進 豬 點下去 拉動 滑動 用力 這個是兩倍的 帶過來 再滑動 所以他出氣場 還是有差距 不要把它寫得沒差距 沒差距就可惜了 這裡差距更大 用力按下去 逆上去 變尖了 掉過來 帶上去 然後這裡 又來一次刷洞 這裡又來個厚實的 這裡就介於中間的 所以 他的出氣差距還真的是蠻大的 也許很多人覺得看起來沒有 其實非常多啊 怎麼也沒有呢 豬 大 按下去 哇 發動 那間 提筆 這後面 用力送出 用力送出 然後這大 這裡還有稍微抖一下 反正 他的那 不是很完整 沒有一個固定的形 壯 壯 大 贊